看电影短声大家好,欢迎收看卧龙影视,我是花花 今天给大家带来美人鱼幕后的故事 林鱼是通过12万人海选,并经过严格选拔后才成为美人鱼的 她的戏起码要拍20遍才能通过 作为美人鱼的林鱼经常钓钢丝,几乎钓到一身上 人鱼老奶奶在第一次讲古时 身边露出一堆老唱片,最显眼的则是《射雕英雄传》 而周星驰在《八三满射雕》中曾跑过龙套 这是邓超和周星驰的第一次合作 周星驰和邓超经常深夜通话 他们互相对戏交流彼此的感受 周星驰说邓超是个创作型演员 有时感觉很好,不需要重来了 邓超会要求再来一次,演出不同的版本让星野选 由于林鱼是新人,拍摄经验不足 她和邓超的吃鸡镜头NG次数高达1000多次 为了拍摄好这个画面,他们一共吃了50只鸡 周星驰在这部片中,原本也为自己留了一个角色 就是罗志祥饰演的八爪鱼 之所以给了罗志祥,是因为星野天生怕冷 身体素质也没有罗志祥好 据说拍摄期间因为大冬天下水 除了罗志祥没变过,其他演员都变倒了 对于美人鱼,你还知道哪些幕后故事呢? 换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最后小主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下期再会 下期再见